玩游戏买电脑好还是PS5好 同一款游戏在这两个平台上的体验是有区别的 我们以刚上PC的对马导之魂为例 做个简单的对比 首先是购买和安装环节 如果你有PS5只需要买一张游戏盘 往PS5里面一放 它会自动安装 并且自动下载最新的版本 等待安装完成就可以玩了 如果你有PC 一般是PC版稍微就有点麻烦 第一步是先打开浏览器 用搜索引擎先找到游戏平台 因为游戏在平台里 Steam或者是iPIC 但是各位要注意 这种网上找的平台可能有假的 别被骗了 第二步是下载并安装刚才的那个平台软件 然后在平台里面注册个账号 第三步是在平台里面购买游戏下载游戏 然后它也会自动安装相关的软件 以及依赖包 但是即便是这样安装完了 也不一定能玩 我们继续看 第二个环节 进入游戏前的准备 如果是PS5 只需要找到刚才下载的游戏图标 点击直接进入游戏 这时候系统会自动打开屏幕的HDR 一般第一次进入游戏的时候 通常会有一些设置 比如说屏幕的亮度 语言选项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开始剧情了 如果是PC游戏 就稍微有点麻烦 双击鼠标打开游戏图标 可能会提示错误 因为一般新发布的游戏 需要最新版本的显卡驱动 否则无法进入游戏 我们要去AMD或者NVIDIA官网 去下载最新的显卡驱动 这个环节同样也要注意 因为有很多驱动下载的网址 什么助手什么的是假的 还要花钱 真正官方的驱动 显卡驱动下载是免费的 这个以前说过了 除了更新最新的显卡驱动之外 提前也要连接好手柄 还有可能要安装手柄对应的辅助软件或者插件 具体是什么软件 得看游戏 另外你的游戏手柄 最好是能被游戏支持的 被游戏优化过的 还有就是不推荐蓝牙连接的手柄 因为会有延时 最好是用有线连接或者是2.4G连接 此外还有在进入游戏之前 最好手动打开Windows里面的HDR 键盘的快捷键是Windows加Alt加B键 这三个键一起按 这个屏幕就会变亮 它自动会打开HDR 以上都设置完毕了 就可以进入游戏了 同样首次进入游戏也会有一些设置 比如说语言亮度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开始剧情了 好第三步图形设置的对比 如果是PS5游戏通常会有两种模式 性能模式帧率好点画面差点 还有一个是画面模式 那就是画面好点帧率差点 其实有很多PS5游戏或者PS4游戏 只有一种模式 那就是末日模式 因为全球的PS5硬件规格性能都是一样的 游戏公司会针对PS5做专属优化 不需要我们玩家在做什么设置 但是PC游戏就不一样了 PC游戏针对显卡调节的选项特别多 因为每台电脑的硬件配置都是不一样的 一般游戏也会给出默认的推荐配置 推荐设置 但是这套设置不一定适合你的硬件 也就是不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个电脑高手 经过你一番调整之后 游戏画面比默认的更好 而且帧率也更好 但如果你是新手 经过你的一番调整之后 画面可能不如默认的 帧率也不如默认的 还卡顿 因为有很多游戏的特效是没有性价比的 也就是说打开这个选项 画面提升不明显 但是会吃掉很多显卡资源 让游戏帧数大幅度下降 在这我就不展开了 不过还好 对马岛的PC版移植算是比较完美的 对PC的优化不错 最后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其实PS5和PC版游戏都是各有各的好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如果你是工作为主 游戏为辅 建议选PC 因为是工作需要 你可以买一个贵的显卡 4080 4090之类的 这样打游戏的画面特效帧率都不错 因为这个显卡是你工作需要的 这个显卡的成本早就收回来了 对于你玩游戏来说 也是零成本 如果你只打游戏 不工作 也可以选PS5 也可以选PC 具体得看游戏 如果是对鼠标依赖比较高的游戏 建议选PC 比如FPS游戏 PS5和PC我都有 我主要会选择用PS5来玩游戏 虽然PS5的文理细节和分辨率不如4080显卡 但是PS5综合游戏体验是最好的 主要是省心 现在年纪岁数大了 养心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还追求极致 但是我玩过了4K60帧极致特效之后 我发现极致特效也就那么回事 对于我来说 整体的游戏综合游玩体验是最重要的 好 我话讲完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 不喜误喷